现在社会发展很快,女人也越来越随便了 有时候男人一看走眼,说不定就会招来那种表里不一,朝山暮市的女人 所以男孩长大以后,也要学会熟悉女人的特性 哪种女人最随便,彼此向大家介绍介绍 一,喜欢认哥哥的女人 从上学的时候就喜欢认许多干哥哥 喜欢这样这些哥哥给他买东西 然后又显得他异性缘极好,又很受欢迎 他们成妻在这种被男人包围的感觉 从中自我感觉有很大的魅力,还有征服男人的手段 喜欢扮弱小,有时候也喜欢插足哥哥们的感情 这时候又装无辜,这种女人是最表里不一,最要不得的 啊,喜欢扮得花枝招展 动不动就穿一些特别风骚的衣服 但又想半清纯,在外人面前表现了自己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不知道,其实心里是最清楚 只要一去聚会,那种地方就化一个非常浓的妆 希望自己成为聚会的主场 真正喜欢洁身自爱的女人,穿着会简单素养 这种女人才惹人连 三,嘴里一套,心里一套的女人 这种女人你是看不到她的真心的 你跟她在一起总会觉得她会占你便宜 跟这样的女人说话会很累 特别注重面子,也就是现在人称所谓的绿茶表 这种女人我们能躲则躲,否则不时也会八成皮 四,跟男人没有距离的女人 这种女人有很多男性朋友 还说彼此有感情,有友谊 其实男女之间哪有什么真正的友谊 最后发展起来,就会脚踩几只船 男人不知道会戴多少顶绿帽子 女人应该矜持一点 毕竟这也是中国多年的优良传统 虽然现在社会开放了,但是该有的距离还是应该保持 否则不知会惹出多少祸患